为了让社区有不一样的风貌 文兰村长田文才 向秀林乡名代表蔡培伙反映 争取地方的建设 而透过了水保局 秀林乡公所和花莲县政府的协助 文兰社区可以看到 有太鲁阁族的意象 把族人的生活意境呈现出来 让大家来到这里就可以知道 这里是太鲁阁族居住的好地方 来到文兰村就可以看到 太鲁阁族的入口意象 应好在社区里 文兰村长田文才表示 这是向秀林乡名代表蔡培伙 争取的地方建设 为了就是要呈现 文兰村是太鲁阁族的故乡 让大家一目了然 来到这美丽的地方 相当感谢学宝 及花莲县政府和熊山公所的协助 让地方更加美丽 那个我们文兰村 蛮便宜的部落 我们希望把这个地方的道路 或者是整个村庄都能够把那个风貌改善起来 所以特别谢谢我们公所 这次花了很多的金会 花了很多的精神精力 在我们文兰村 特别谢谢他们 也非常谢谢我们的乡长村长 都在这方面 琢磨很深 村长已经在文兰村当了七年的村长 所以陆陆细细的把案子都提出去 现在陆陆细细在做 也要找回我们文兰部落的文化 把图层都弄出来 在这里还是很感谢我们 修理乡长王梅贵 还有我们南区代表蔡培侯的协助之下 有这个金会 能够让我们文兰村 能够美化出来 越弄越漂亮 我想我三个部落 也是在继续努力 一直在提案 后细还是会陆陆细细的做下去 村长也是会在继续的努力 为我们文兰部落的美化 努力中 感谢我们 再怎么样 还是要感谢我们的乡长 以及蔡代表 这是帮忙 能够让文兰村快乐 能够让文兰村美化 文兰村的田文才表示 可以说是战战进京 与其地方建设 可以说是村民们相当重视的 而这次文兰村争取 城乡风暴的经费 来改善地方的意向 让大家来到这里 马上就会知道 来到泰鲁国族的家乡 记得转移球箱报道